那个物件名称的叙述叫Active Workbook 目前Active就是目前的 Active Workbook指的是目前的工作部 .fullname指的是说这个的完整的路径名称 那我直接怎么样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email顺便把这个附加进来 所以在我们寄信的这个动作里面 也会顺便把这个Excel档顺便寄 那如果将来呢你的路径不是自己本身 而是一个一个绝对路径的话 其实在我的那个讲就是补充讲义里面 也有一个路径 你也可以给他哪一个C冒号斜线 哪一个档案 当然不是只能寄以Sale 你可以寄Word的寄GSD 寄任何东西都OK 它会帮你附加进来 那另外就是说呢路径 其实这边当然你可以用一个Active Book 里面如果你要记的东西刚好在 它根木屋旁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pass .pass的话 意思就是说我目前这个档案的相同路径 然后你可以在一个根木屋底下 再串那个档名 那个档名的话 可能来源也许可以某一栏的名称一样 刚好那个档名就会在旁边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那个Active Workbook.pass 那边有个.pass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档案所在的路径 不过这个路径部分的话 当然这可能要再试一下 那可能同学比较关心的 因为最后可能会卡关 可能会卡在这里 因为我们时间没那么多 所以最好我当然很希望说 如果可以给一个比较完整的练习 是OK比较OK 不过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每天自动去做什么事 我刚刚有提过就是 不是wait 你可以用什么 on time 点on time 这个on time 但是on time的话有一个几点要注意 就是你e sale一定要是开启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那如果我不开机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啊 你不开机怎么弄 第二个你e sale也要保持开启的 因为呢我用application指的e sale 那e sale如果他没有开启 那当然相对一定是不能执行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如果你要让他一段时间去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用on time on time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几点几分几秒 就是有点像闹钟 有没有我们设定好闹钟 时间到就做什么事 还有呢一段时间 比如一个小时之后做一次 一个小时做一次 那这两种模式都可以 那至于要怎么做 因为也是时间关系 我是建议啦 因为尽量你要养成好心 f1有没有 其实里面都有答案 on time 里面都有 那至于怎么做 你想 还是慢慢熟悉 这种叙述方法 他会跟你讲底下有没有 这边跟你讲说 你的这个是 多久之后 去执行某一个 这个后面这个东西 my procedure 这个指的就是 你的什么呢 你的那个名称 你的sub名称 有没有那个sub名称 你把他打在这里就可以了 OKsub名称 然后呢这个上面这个范例是 15秒执行一次 这个范例是每天的 下午5点钟 去处理一次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 有些东西可能不能太早 一下子就 传给老板 下班前再传给老板 你可以设定5点钟 准备好了 自动去把这个档案直接传给老板 他会有一个schedule 有没有 自动帮你把这些东西 send出去 OK 要不要马上send出去 这个可以用这个方法 主要你可以用查的 记得 就是f1 打完这个按f1 不过至于细节 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试试看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如果懂得会用的话 等于是可以帮你 设计一个小秘书了 然后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你只要定好了 那你就on time 他就自动帮你on time 时间到就帮你处理完了 所以除了 那个以色要开 是不是要执行这个档案 他才可以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你只要去开启状态就可以 意思是说以色要打开 把他缩到底下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你还是一定要先执行一次 执行让他让一次 他才会 再记得说你什么时间 就跟你闹钟也没有要启动 你闹钟如果没启动 他一定 那个时间也不会去执行 所以一定要执行一次 刚刚 有那一行程式的那一个程序 那他就会把你这个时间记起来 时间到就帮你做一次 我相信这个东西 太多地方可以用了 如果你 每天都要固定做那些事 那何不就把他 怎么样 弄个这个东西 以后 你就可以把那一件事情忽略掉 为什么 他就自动会帮你完成 顶多是说他会 顺便也记一封mail给你 让你知道说他已经完成了 提醒你一下 之类的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有一个部分有关那个资料库 这一题的话 还有跨工作表 那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一样 开启那个 就是我们的范例党里面的这个地址合并部分 那这个地址合并这个范例里面 能够做出哪些效果 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 那首先地址合并里面 第一个 当然呢 打开之后 在那个地址合并里面 请各位先帮我加 一个 一栏 这一栏 叫做追栏 加一个地址合并的栏位名称 意思就是说呢 我希望把 前面这个地址 因为呢这个地址有时候记录在资料库里面 他是把 什么呢 邮递区号 城市街道 比较需要 合并的 还有判断的部分 就像断 向 弄 号其实也一定有 楼 楼不一定有 那几段 几向 几弄 几号 那如果说你 假设把全部把它 合并在一起 当然邮差一定看不懂 有没有 五十四三 这宽度不足 把它拉宽一点 所以呢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合并 一个 地址的部分的话 要怎么做 最快的方法 我们之前有讲过 至少会有 三种方法吧 第一种就是你用里面的公式串接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用VBA 那VBA有两种 一种按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你合并 马上合并 有没有 还有个清除 另外的话还有个插入一个方旋 这个方旋的话呢 是制定出来的 叫使用者定义 也许我们叫 叫做地尺函数好了 不过地尺函数有个缺点 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引数这么多 所以后来我们有 有在讲一个就是 插入这个制定函数用 范围的方法 有没有 范围一刷就好了 不然的话像这边有这么多篮 你要一个一个慢慢选 太浪费时间 所以范围部分的话呢 我只要一个引数 但是你要刷的时候呢 记得从邮递区号 刷到楼 按个确定 结果就完全OK了 基本上当然后面VBA 一定会比前面来的快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一 如何用串接的方式 串接应该OK啦 就等于什么 等于 邮递区号 and 程式 and 串接 接到 这个应该没问题 但是 断向弄号楼 这个就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你要判断说 它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就不需要串几段 可是如果不是空的 那就要串几段 断这个字要 放在后面喔 因为它 栏位里面只有257 但是没有断 所以我必须要在后面呢帮他再串一个断 才会是几段 所以这个逻辑是一 先判断 有没有 资料 第二个是如果有资料 那我就串一个几 后面加一个断的字串 那当然这边可能需要用到逻辑吧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用一幅 所以在前面的清单点一下 我们用逻辑函数里面的if if什么呢 if这个储存格里面 如果是空的 等于空的 但是等于空的的叙述方式 有几种啦 要不就是 用isBlank isBlank的函数也可以 另外有一个 比较简单的做法 是等于空的 就像这样 等于空的意思说里面是空的 那isBlank也可以 可是我之前是用isBlank 发现 明明里面是空的 可是他还判断出来不是空的 反而会出错 这样比较简单 如果是空的 那我就也保持空的 就没有断 如果不是空的话 那我就显示 他里面的资料 再串接一个断 所以后面的话 你可能再需要 串一个 几段的讯息 在这边 所以这边的话 就再加一个几段 这个段可能要自己补上去 那个里 比如说有2 那就2段 如果里面没有 那就 就保持空的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就OK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串出来 不过在前面多一个东西 这个 and 就要串接 and 串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他里面目前是没有 所以视为路 但是底下有和平东路 2段 5段 这个就会出现了 后面东西都一样 段 向 non 号的话 其实不用判断 因为号一定要有 一个 地址里面没有号 那一定是记不到 所以 号不用 楼 楼也要 所以你可以 再把这个 段 这个从and 把它复制之后 再到什么 后面这边贴上 然后呢 这边就是 如果 这边改一下吧 断 如果 像里面 F2里面 是空的 那我就一样把它改成空的 那这边改成像 一时类推啦 其他都一样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 断 像 non 那一样再复制 所以再把它贴上 再来就是 F2 变成 G2 然后这边也变成 G2 那这边的话呢 断向 non 再来就再贴 那再来就再贴 不过其实这个还是颇麻烦的 号的话一定有 所以就直接and什么 起号就可以了 所以串接的话就是 起号 起 就是i2 然后呢 再 跟这样 应该是h2 and 串接一个号就可以了 就不用判断 在这边打一个号 然后最后的话再串一个 楼 楼的话呢就是 不过它这个公式非常的长 所以这边一样改成 i2 改成i2 然后这边改成 断向弄号楼 所以这边改成楼 好 这样的话全部串完了 向下填满 不过你会发现 虽然不会很困难 但是还是很麻烦 如果你每天都要再串一次 其实很花时间 像这种东西最好怎么样 一键完成 一键完成 所以 再复制一个吧 也许把它改VBA 这个用VBA来达成 好 这样的话最好 VBA按下去 清除 地址合并 这个方法 当然一定会比 刚刚这个方法 简单太多了 一样是清除 一样是合并 那所以待会 请各位思考一下 就是那个 怎么去 再把VBA部分 写出来 那 这个地方 我们会多一个 就是把 eSale当资料库 做什么 做查询 比如说我希望知道这个是会员资料 那会员资料呢 他里面有没有住在某一个 比如住中校东路的 会员帮我把它捞出来 直接 那捞出来我希望呢 他可以自动帮我把 找到的资料呢 就自动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称呢 自动就叫做中校东路 然后把资料帮我搬过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要怎么做 因为我第一次要多做 比较让我一起舍成 好 呀 酒